和大家吃了很多餐 放題自助餐 今天就不吃這些了 改去吃海鮮 今天吃的就是位於沙田 一間新開無奈的海鮮店 Seafood Ghost 這裡 主打吃手抓海鮮 什麼是手抓海鮮呢?其實很簡單 用著手來吃 這裡除了吃手抓海鮮之外 也有火鍋 當然也有海鮮的火鍋 另外還有豬牛雞的火鍋 和瘦喜燒牛肉的火鍋 我們兩個人就選了一個 手抓海鮮餐和一個 瘦喜燒的套餐 不過要留意一件事 它的菜單寫著手抓海鮮餐 是二人起的 不過我看到有些人發出 都是說他一個人吃 所以我都問一問 原來真的可以一個人吃 所以我們就叫了一個手抓海鮮餐 加多一個瘦喜燒套餐 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我們除了點了手抓海鮮餐和這個瘦喜燒餐之外 另外就點了兩杯飲品 分別是水蜜桃味 娛樂梳打飲品 和這個蘋果味 娛樂梳打飲品 各自都是 32元一杯 說回餐廳的環境 餐廳 環境其實也不錯 門口就放了一個 Iron Man的公仔 很容易形 另外也掛了一隻小鬼 餐廳也算大的 但是我去那天 就平一來 人不多 基本上我看都是只有幾台客 有些時間甚至乎職員比食客更多 餐廳的位置 就是在 港鐵沙田石門站 出站後 其實走一兩分鐘就到了 非常之近 先看看餐廳的環境 簡簡單單 但是蠻舒服的 先跟大家說一下 手找海鮮餐包什麼 首先有個餐湯 然後就有 多款不同的海鮮 分別有 本地龍蝦 半隻 肉蟹 一隻 草蝦 兩隻 綠青口 兩隻 鮑魚 一隻 沙白 四粒 魷魚 兩片 翡翠螺 一粒 另外還有粟米 三色椒 洋蔥 日本椰菜 和蒜蓉包 最後還有一杯Muvipad的雪糕 而調味方面 分別可以選擇 新加坡黑胡椒 港式避風糖 分別有大中小辣 還有泰式香辣 亦可以選擇大中小辣 還有日本南瓜 和蒜蓉牛油 我們選擇了港式避風糖的小辣 另外叫的壽喜燒套餐 有牛肉八片 另外有九款不同的配料 分別有紹菜 洋蔥 金菇 本菇 大蔥 糖糠 豆腐 角絲 和冬菇 最後 亦會附送杯Muvipad的雪糕 另外配一隻雞蛋 和飯 價錢是多少呢 首爪海鮮餐 298元 壽喜燒套餐 238元 以配的食材 其實都不貴 好 上菜 鮮梨碗湯 只是普通的麵士湯 沒甚麼特別 飲品 不錯 但略嫌小杯了一點 再上壽喜燒餐 賣相不錯 牛肉看起來也不錯 職員會首先和你用肥牛肉去開鍋 先幫你燒幾片 說一說大概的燒法 然後自己繼續 大家可以看看職員如何煮 牛肉很漂亮 火鍋的配料 都有一大盤 基本上一個人都夠飽了 還有一碗飯 再來這個手爪海鮮餐 眨眼看起來 其實看不到有甚麼 因為蒜蓉 蒜頭 已經覆蓋了所有海鮮 只看了一片金黃色 拿開給大家看看 有半隻龍蝦 一隻蟹 翡翠鑼 青口 蜜魚 蝦 另外 不知為何餐沒有寫 但有隻扇貝 蠻大隻 不知是送貝 只是給多了 又或者是否因為其他食材沒有 換了這隻 不過我不覺得有其他食材是缺的 基本上他寫的東西應該都齊 逐樣看看 鮑魚都OK 蠻大隻 都鮮甜 少少煙韌 帶子就真的不錯 大大隻 拍得住鮑魚 也都鮮甜 而且配這隻 避風塘味的野味 然後還有蝦 蝦蠻大隻 也都蠻香脆 基本上 連喝食都還可以 蟹就相對鮮一點 但味道都OK 真的是捉整隻蟹 青口都蠻好 大大隻 也不錯 龍蝦 當然就不會說很大隻 基本上都是一塊肉 但是也 不錯 翡翠鑼也不差 而這個翡翠鑼 也有兩隻 也多過他張子舍的一隻 手爪海鮮 當然是大手套吃 大大盤的海鮮 份量超足 以這個價錢 實在不錯 而且海鮮也算新鮮好吃 但是它的魷魚 有兩片 但是主要我看到都是 一圈一圈的魷魚圈 不是一片片的魷魚 另外 除了海鮮 和配菜之外 還有意粉做底 基本上一定夠飽 但是因為 始終這些海鮮 都用油 去兜 所以 意粉都吸了多少油 但是 非常野味 不介意油一點 十分不錯 超豐盛 超滿足的一餐 另外 說回壽喜燒 壽喜燒的做法 首先 起鍋 然後 加少許壽喜燒的醬汁 然後燒牛肉 吃到差不多 再加配菜 再加壽喜燒汁和湯 再加火鍋 牛肉質素不差 很好 而火鍋配料都頗美 而且份量十分足 絕對夠飽 還有一碗飯 配給你 最後 配上這杯Mover Pack的雪糕 正 飲品方面 味道OK 乳酸味不錯 另外提及 還有火鍋海鮮餐 有部份的海鮮 其實跟手抓海鮮餐差不多 不過 也有少許分別 有 半隻龍蝦 半隻蟹 2隻蝦 1隻鮑魚 4粒沙白 2隻青口 1隻大魚貝 4片安格斯牛 4片黑豚肉 蟹柳 芝士棒 橫粒 薯米 5片 1隻 Oke 有火鍋套餐 有牛 豬 雞 隨便選擇 每樣有8片 另外有一堆火鍋配料 亦是多配一杯Movipad的雪糕 配料的內容 基本上是跟壽喜燒餐一樣 但它比壽喜燒餐貴 $288 壽喜燒是$238 整體來說 雖然 兩位合起來要$600多 但以它的海鮮質素來說 性價比也不錯 有龍蝦 鮑魚 帶子 翡翠螺 青口 魷魚 蝦 蜆 每位 都是$300左右 而且我點這個港式避風塘 味道 挺野味 海鮮質素都不差 龍蝦 龍蝦 大牙鮮甜 大致 大大粒 不過它菜式沒有 不知道大家來的話 又沒有 然後 青口也不差 不是 差的貨食 因為很多時候吃青口都很糟糕 這隻就不會了 都算是鮮嫩的 十分不錯 而且呢 我們兩個人就坐了一個卡位 都幾舒適闊落 幾大隻蝦 配菜都份量十足 MAN料沒有的善輩 超級大隻 沙白 都鮮甜 另外呢 它就配了一些日本椰菜 就加點米蘇醬 蠻好吃的 因為平時我吃椰菜就覺得 很大股 青菜味 不太喜歡 但這隻日本椰菜加上這隻醬 很好吃 基本上我都吃光 粟米不錯 洋蔥都OK 蒜蓉包 就正常 不過呢 加了一點避風塘味 真的蠻開胃野味 整體來說 整個海鮮餐都不錯 差一點的就是湯 因為它是一個面試湯 就不太配這個餐 可能比西湯會好一點 甚至乎整個酥皮湯都不錯 賣單 兩位 兩個餐連兩杯飲品 加起來就660元 都算OK 下次再跟大家吃過其他東西 拜拜